好來看這個驚人的巧合 這個是台北市金華酒店 那麼之前呢 顧承宇才在這邊 那麼衰落不幸死亡 沒想到前行政院長唐飛 在同一個地點 昨天晚上也摔下去了 然後他是受傷送醫 到現在還在醫院救治當中 那麼由於呢 台尼集團董事長顧承宇 上個月才因為這樣子跌倒而死亡 現在呢 唐飛也一樣在同一個地方跌倒 那麼稍早的時候呢 金華酒店就出來否認說 不在同一個地方 但還是在他們家的樓梯啊 好我們呢 就連線給這個記者王孟婷 來看是否真有這樣的一個 恐怖巧合 孟婷 社主播前行政院長唐飛 昨天晚上到台北金華酒店 和朋友聚餐的時候 沒想到就在下樓梯時 不慎跌倒 左肩著地 動醫急救 今天上午手術後 恢復狀況良好 聽聽看稍早的訪問 是不小心就跌倒了 只是跌倒的地方比較敏感 一個朋友的機會 有開過一個小的顯微手術 在肩膀部分 然後手術 因為是顯微小手術 所以手術很成功 然後預計明天或後天可以出院 唐飛目前手術狀況非常良好 但昨天跌倒的地點相當敏感 和台尼集團前董事長 郭承宇跌倒的飯店一模一樣 但飯店人員強調 並非是同一個樓梯 而金華酒店也說 自從上次傳出跌倒事件之後 其實他們都有在做改善 在樓梯貼上警示標語 而三公尺以上的樓梯 也加裝了扶手 也正在安排當中 而昨天唐飛跌倒的時候 飯店人員也有上前詢問 但唐飛最後和友人打車離開 傳出跌倒送醫的事件 飯店也正在和家屬聯絡當中 以上就我們掌握到最新情形